这个蓝白拍板定案之后 磕粉大爆炸 柯P你不是老是说要超越蓝绿吗 你现在怎么变成跟国民党来合作了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粉丝灌爆了柯P的脸书说 这样子支持不下去 如果真的到时候变磕喉和 磕粉难道不会从这个事件去看这个人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吗 游英龙说了 柯文哲这次协商大落炸 柯粉势必跑光光 一直到今天上午9点为止 柯文哲脸书超过一万七千个留言 一面倒得像柯喊话 变副手的话挺不下去 新政治选择跟一样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合作挺不下去 这些粉丝怎么这么有空 还有呢 再来看一下 连国民党这一关都撑不过 面对共产党双脚跪下去 也算理性务实科学 这个网友Michael怎么说 连谈判都不会 如何代表国家出去谈判 早点看清楚也好 说不密室又密室 不论有任何理由 都只代表你没有原则烂透了 柯粉爆炸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续影响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 凡是有借到电话民调 你要说你要挺柯猴不是猴柯 我们最后一秒还是可以把它赚回来 柯文哲IG发布短片不到一天 有4.1万按赞 但2700多则留言 多数对蓝白盒不买单 崩溃喊不再支持 说好的坚持不见了 看到厌恶的分招非常失望 还有人认为让3%很瞎 要柯文哲不要再随便讲话 不过头号柯黑王世坚解读 可能是大戏一场 还有变卦机会 昨天蓝白盒的那一场大戏 那只是柯文哲用来测试 所有的反应会是什么样 支持他的年轻朋友们 将会离他而去的时候 我相信这是柯文哲所承受不起的 所以我认为还有变卦的可能 柯粉气炸甚至PTT发文求教 之前参加柯文哲8800的演唱会门票前 可以退吗 认为自己被诈骗 当时砸8800可没有想过变成挺猴的力量 柯文哲的退粉潮势必影响政党票 先前本来要被提名不分区的中沛徐春英 被柯延览为新著名委员会主委 但婉拒不分区 我没有大陆的户籍 所有的社会的丰分牢牢到此结束 我已经向民众党提出晚谢了 不再参与这个可能的提名 中沛38万选票能否弥补柯粉退粉潮 柯文哲机关算尽 却些得罪自己的原生粉丝 之后的每一步都有掉粉危机 好 张一山很快贴脸书 哇 柯妈妈也讲话了 当富的就不要选了 柯妈妈是怎么说的呢 柯妈妈就说 我看我女儿出来的时候 整个面子傲兜兜我也很心疼 如果算出来并富的 我们就不要算了 事情要这样做吗 专胜兜兜兜兜兜不敢 所以我就说柯妈妈一定问 是算把我问贴了 叫他推去公园晒太阳 那个财产都没了 然后 妈妈当然看到 小孩那个面读 知道温贴了当时的心情嘛 现在柯粉爆炸成这样 这个都还在情绪啦 这两三缸都是情绪 关键在礼拜六早上 礼拜六早上 马英九从他的这个口袋里 拿出的答案的时候 像那个金中奖金马奖揭晓 得奖的是那个时候 讲出来之后 就进入到那个民调公不公平 现在揭露了那三个负责民调解读的老师 两个来自政大 这两个都骂过全民调 骂过手机民调 这两个都骂过柯文哲 就马英九叫国民党叫 那两个 那两个教授 一个叫做陈陆辉 一个叫做洪永泰 那两个这位舍过 长期做民调的专家 他们舍在民调的时候 又没有手机民调 所以他们对手机民调可能一个防卫性 他说这个会有误差 好 那柯文哲叫的叫做官智宇 官智宇是什么 官智宇就是趋势民调以前的总监 现在求证民调的总监 嗯 好办的玫瑰 这两斤 柯文哲因为 藏医在说要看民调可以 那美丽党不能赢 ETTODAY也不能赢 那那个什么 那个金埔充公 趋势丘求证不能赢 这样就没了 就没办法 现在派出这三个 这三个就二比一了 柯文就说 另外那两个 那两个教授 我知道 他们也不会拿他们自己的公信力 我跟你讲 等到礼拜六公布的时候 如果他们两个的民调很接近 如果很接近 我觉得柯文就会说愿赌服输 我们就输啊 但是如果礼拜六拿出来的民调 侯友宜大赢 侯友宜贏 柯文绝对说在做拼 绝对拼得 这个时候这些柯文就一去不回头 他就觉得阿伯被骗了 现在大家都还在忍耐 这群柯文还有一半的人在忍耐 说相信阿伯 阿伯没有放弃之前 我们不能放弃 而且阿伯今天早上有说 我们的民调都是赢了 我看过好几份 我们都是赢了 所以我们才同意七到十七的民调 通通纳赢了 那是柯文哲跟你说的 所以现在有一堆人支持阿伯 但是有一堆人说 好 沒關係 告诉你 如果真的不算 我们就不出来投票了 我们就要走了 然后演唱会八千八百块钱拿来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两边的情绪 就会看礼拜六早上 因为上海拆盘里面 国民都出两个 这两个都没过全民调 没过手机民调 没过柯文哲 答案呼之欲出 这种是柯文哲 你现在还在兼职 柯文哲 你还说这几个不错 我想柯粉只要去搜寻这两位教授 过去讲全民调 讲手机民调 讲柯文哲的新闻 你就知道还没比赛 你们就已经输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PTT网友说的 我真的很难过 都相信新政治的到来 没想到柯文哲到最后 向旧政治投降了 我前前后后捐给民众党五六万 到头来发现是捐给国民党的 老师 现在这个 陈志涵擦擦眼泪就说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回家来 接电话支持柯文哲 黄珊珊说 我会努力越战越勇 我是越来不及了 这两天的做的民调 大概也 因为现在这几个民调公司 也很忙 因为最近很多案子 大概也接不了新的案子 所以我觉得 到底这两天 有没有真的有做民调 我是打了一个大的怀疑 那以目前来看 整个的当中的四项协议也好 或者刚刚看到 这三个民调专家也好 两个都是政大的 选严中心的 那政大过去 当然跟国民党关系比较近 也是国民党的党效 所以当然会比较偏 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比较偏 有利于国民党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是拿内裤去坏西装 不成比例 你国民党没有做 你说没有什么政党 什么执政县市 什么那些东西 或者或者政党 这些占了重要性 但是那个不重要 柯文哲重要是 你根本的整个所有的规定 都是有利于侯友宜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 今天柯文哲会掉眼泪 今天柯文哲在记者会上掉眼泪 梗孽哭了 梗孽哭了 也是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又没有谈判力 又没有抗压力 这些人 到这个程度 柯文哲讲说 我没有考虑个人 要让老板心安 我可以小小的退让 第一个 有小小退让吗 我觉得是重大的退让 而且几乎是全盘皆输 第二个 柯文哲什么时候 不考虑个人 他过去我认识的柯文哲 从来都是只考虑个人 特别是政治的算计 什么事情让他可以 说我不考虑个人 有这么宏观的这个视野 我觉得很意外 那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柯文哲说 哎呀 这个因为有60%的民众 都想要下架民进党 所以说我不舍让这些民众失望 这你早就知道的嘛 又不是现在才知道 他现在就找一大堆理由 来帮他昨天退让的 找一个合理性的借口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说柯文哲他 目前来看 如果说他今天会掉眼泪 表示他觉得他昨天被出卖了 那就算这个东西 就是勉强合的话 我觉得他是觉得 他被国民党骗了 你觉得他妈妈是不是一个伏笔 有可能 我觉得 富伟兰的卖算 因为到最后他真的选下去 第一个 柯粉全没了 民众党等于解散了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我还选不上 我什么都没了 国民党僵是老的辣 所以到 我就觉得柯文哲是很有可能 就是我也不跟你侯友谊配了 他本来就看不起侯友谊 然后我就把我民众党 继续起码我的 我的根据地还在 我的这个 我还可以把囚徒更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你觉得他可能变得 对他就不完了 他名字都签了 虽然签的名字比较小 字比较小也还是有签 对 我那时候意识模糊 因为身受重疾 所以也不行 就是说胡乱签 现在不认账 来 柯粉的爆炸 有没有可能回得来 我们来看 这个荣泰的这个大数据 来看一下 谁赠谁赴 声量非常高 一万六千笔 柯文哲让利八千三百笔 政治分赃五千两百笔 中国戒选一千九百笔 联合政府一千六百笔 陈志涵落泪 也有抢到版面 一千一百多笔 都是最热搜的新闻 柯粉大爆炸 你这样的一个观察 有没有可能再回得来 我觉得至少有一大块 是回不来的 因为那个草的气的 爆气的程度 真的是还蛮惊人的 因为很多柯粉的群组里面 他们是互 就是互相开干 就是气到退群 那因为有一些人 仍然是坚持说 阿伯都讲了 我们要继续往前走这条路 所以要听阿伯的话 然后另外一边就听 继续把他当神 然后另外一边就 对 就狂骂 然后就退群 就是已经气到退群 然后你看看 随便解 就是刚刚讲说 柯文哲底下的脸书留言 就一万多 陈志涵脸书下面也是一大堆 然后随便抓 全部都在骂的 平常最挺柯文哲的 就是PTT的八卦版 还有迪卡 因为都是年轻人聚集嘛 结果今天人家看到 迪卡上面全部都是 果然啦 白色是最容易脏掉的颜色 然后甚至的确有非常多的柯粉 然后就说 没有办法接受 让分让成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 要去投给赖清德 因为国民党他们投不下去 既然这个样子 那就干脆投给赖清德 投给民进党 所以年轻选票 真的对于柯文哲这一块来说 真的现在呈现了这个 块状的剥离 这样子 块状一块块这样剥掉 这样的情况 那因为这些人 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投下国民党 更何况柯文哲骂国民党 也是贪污腐败啊 他也骂你们是蚊子蟑螂啊 结果现在 好不容易相信 可能台湾有新政治的这一群人 他们纯洁无瑕的 然后说天哪 原来我们变蟑螂 这个实在是完全吞不下去 然后呢 因为柯文哲在自己的 募款的那个页面上面的 第一句话 标题 一无反顾的 跟着我拼一次 结果拼一次 我把国家还给你 我们全家一起 还给国民党 就现在变这样 所以 募款的 很多人就要求要退款 还不只退八千八演唱会 党费啦 募款小物啦 噼里啪啦一大堆啦 通通都要叫他还钱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觉得 柯文哲的这一大块 年轻的支持度很可能真的会崩溃 然后呢 有一部分会流到 你看连陈志涵都气到地磁城了 还要未流 而且我觉得民众党 柯文哲实在是有一点很恶劣 陈志涵是跟你非常贴心的核心幕僚 又是一位女性 然后你这么糟蹋女性的泪水 眼泪都流出来了 你都没有在 没有在这个这个心疼的 实在是很不应该 所以有一块会流到赖清德这边 会不会流到国民党那边呢 太少了 非常少 就是追随柯文哲这一群人 但是很明显的已经消失了 我认为一半以上 消失一半以上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国文 其实为什么这些日子以来 柯文哲在动摇 他没中湯气 他走不路 他走得他难道嘴巴 他心里拿不清楚 李全教的场子不能站吗 黄国昌怎么样修理李全教的 结果他也是站在台 那现在柯文哲的立场很清楚 走不路嘛 对不对 确实因为柯文哲这段时间以来 将近从十月份开始 就一直在用民调的方式在博声量 他用这个组合跟谁组 跟郭台铭合作 还是跟侯友莉合作的方式的组合 在这个创造这个声量 他几乎整个党 没有办法单独的去创造造势的方式 来争取自己的声量 没有办法用正规的方式来形成 他属于他政党的一个社会认同 只能博声量来维系 他既有的一个社会支持者 那我觉得话回来说 他为什么会这么快的就自私立场 这我一直很纳闷的原因 就从十月份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推动这个 你不觉得吗 很奇怪吗 刚刚宇川在说 你把柴盘三个来 国民党就跌两个 可是问题进去里头 谈判了四个选手里头 国民党跌三个 他一个人去推三个 一定会站的嘛 但是他还是愿意进去谈判 谈判的内容 不好意思 那六点啊 就刚刚那个 你穿那张照片里头就有提到嘛 是马银九夹带进去的 谈判的这个方案谁写了 就谁赢啊 讲白一点是这样子啊 在谈判的过程来 完全是国民党 拿出来的方案 你当然是要叫国民党来走 所以你整个毕竟准备 要按民众党买掉了嘛 整个民众党 就实际上 柯文哲一个人就是 硬生生的把它卖掉 那就回来讲说 那为什么他从十月的时候 就有一种打算 要把那个民众党卖掉的 那种心情 民调要决定跟国民党 PK的 第一个就是柯文哲 为什么 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接受到 这些指令 可是呢 对现在的来说 我们不知道答案 他也不会讲 因为逼了老半天 就我们过去来说 我们在辅选的经验过程当中 美国会派人来官选 日本会派人来官选 中国也会找人来官选 以前那蛮正常的 二十年前我们在辅选 总统大选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 就如同说 如果说要去打电话 去关心柯文哲的话 絕對不可能跟 AIT也不可能 那个日本而已嘛 一定会有中央的嘛 为什么到中共的时候 他就选择性不释放出来 为什么到中共 遇到中共的时候 中国的时候 他就变得非常有礼貌 非常的谨慎小心 为什么只要AIT的事情 他就可以透露出来 为什么 他就有一个预设的 一个立场的存在嘛 但是就现在的局势来说啦 襄选它一两天 民党集合起来 说粗兽怎么结合起来 你说民进党也崩下 民进党支持者 梦子 说是奇怪 最近看他就不会 没错 现在襄选它 都会合起来 按照这个拐制来看 我个人来看的话 確實是侯科配的可能性比較大 侯科配的可能性這樣比較大的時候 現在問題點就來了 到底一加一會不會等右 當然不會等右 但是問題是一加一 會不會還是會大於一 另外一個一 問題是大多少的問題 比如說到底有多少科粉 會跟著柯文哲 當成國民黨的嫁妝嫁過去 會不會有多少個 有沒有自主性 我們現在觀察這一點 就是說柯文哲這個一 是有一半對他去國民黨歸順他 當作嫁妝 自我成為一個完全沒有思考 只會跟隨柯文哲走到哪裡 就跟到哪裡的 這一種了 看多少比例 另外有自己自由思考的想法 我就是不愛國民黨 我感到最大的比較起來 我也可以讓民進黨 這個部分有沒有跑多少過來 那以照目前的方式 我覺得整個馬鞭九的動作 最嫌疑的地方在哪裡 就在11月10號 中平社發表了一篇新聞之後 馬鞭九照出來 說要接受全民調 全民調想好 可是在中平社的這一份民調當中 他就舉了兩個例子 他說明明 這個侯科配可以贏賴清德6% 明明侯科配另外一個民調 可以贏3%的情況底下 你們怎麼不合呢 用這種方式公然的在下指導 馬鞭九照照出來 你說這個沒有中國的這一個界權 那沒有人要相信 所以我要直接說 不用怕 當時國親核最大的輸家是誰 是親民黨 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沒的也是贏的 所以這一次藍白核輸最慘了 可能就是民眾黨 所以我們要去面對是後面局勢的發展 看這個電視的民調 那時候兩十年前 那時候的民調是怎麼樣 連送河的時候是幾% 是52% 對 陳旅是幾% 是26% 剛才兩本 雙倍 不然誰贏 也是民進黨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科粉會不會一去不回頭 這恐怕是現在柯文哲最擔心的 有沒有可能柯文哲一個人去了 真正變成一人政黨了 柯文哲也坦白說 得知協商結果的時候 連陳志涵都想離職了 所以我需要說服年輕人 跟我一起帶去當國民黨當嫁妝 欸 維遠啊 寧願投侯政我就投旅 你看看 所以你們能占多少好處呢 今天不管是柯政侯富或侯政科富 都會有人說非柯不投 非侯不投 我覺得這個情緒 現在這個時間點一定都在 但我要先說一件事情 禮拜六還沒來 為什麼大家已經覺得國民黨贏定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當然就是看起來好像是有這個贏面 但是我們也很擔心最後的結果 那至於說到底是一加一 到底會不會等於二 柯文哲說要把年輕人當教授 我覺得這樣講不太對 年輕人不是柯文哲進輪 當然的確有不少年輕人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說要說服年輕人 這也是對的 那所以柯文哲 他今天如果真的是侯跟侯科合的話 那柯文哲怎麼把年輕人帶進來 我覺得民眾也沒有全部輸 你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就是說今天如果兩個不合的話 很簡單嘛 現在民調就是侯跟柯都選不贏 那假設合的話也不一定選得贏 但選的就是整個這一組 至少就我知道藍營的士氣 或藍營選民士氣大政 其實重點還是來自於說 他們最後的協議有一段聯合政府 剛剛講到他那個什麼監督機制 什麼金管或NCT等等 柯文哲表現 剛剛不是講到說柯文哲說要監督好友 也很荒謬對不對 但他這一席話 我必須老實講 這席話是可以讓他的柯文哲 支持者繼續跟著他 覺得說委屈求全 我先先從無到有 我先求有再求好 所以我現在這個政府裡面 佔了一席之地 有行政有行政資源 有行政權之後 開始建立起民眾黨自己的一個組織資源 這樣子一個論述跟 然後順便監督國民黨 雖然很荒謬對不對 但問題是我跟你講這個絕對 你怎麼什麼事情都能吞 他講這種話你也吞得下去 不是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現在不管 只要不反悔 柯侯侯侯是 看起來是會成為一個 先把他騙上花轎再說 告訴你正外戶中 你要趕快監督 沒有啦 本人都沒有 你動作要笑的嗎 到去柯文哲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他其實就是合在一起 當然對於選贏選舉是有機會的 但另外也是來自於說 這個過程當中 他到底會不會影響到其他什麼政黨票幹嘛的 我最後講很老實話 如果侯正科富的話 我大膽預測民眾黨的這個政黨票 會蠻大幅度的提升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藍營選民會有個分裂投票情形 他們會覺得說 今天執政權已經是國民黨拿去的話 我說沒那麼國民黨就是泛男前男的 他會覺得說那我投不掉民進黨的話 至少我要去陪著另外一個第三個政黨 所以在政黨票部分 我覺得他是有機會 柯文哲長就是去這幾個世紀的 誰是誰是誰是誰 就是這幾個世紀的 不是說他監督嘛 國民黨做建設嘛 柯文哲聽他說 這樣也有得利 因為我們也沒那麼多 民眾黨在那幾個萬兩百而已 人家有六千元的 我跟他們都去國民黨做 委員跟我說那句不錯 國民黨的都會分裂投票 國民黨的支持者都會投過來民眾黨 這樣我就投了 因為委員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的支持者是很有側隱之心 覺得柯文哲好可憐啊 我們投他一下吧 好不好幫他一下忙 才有鬼 我才不相信有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 我認為如果是柯侯配他 他是有外異性的 因為國民黨的人會說 我們還是要投 忍痛投 他剛剛有講 可是問題是 侯科就沒有外異性 我跟你講是一對怨偶啦 今天柯文哲就覺得 我被你國民黨 被你國民黨暗算了嘛 所以他今天才會眼眶哽咽咽嘛 到最後以柯文哲 他們這兩個人完全沒有互信 而且他媽一定有罵他啦 對啊 他媽絕對等了就卡在那邊 你在做什麼 我是被逼婚的 所以柯文哲我跟你講 送命就算說你有總統命 你現在在母親要做什麼 柯文哲現在滿肚子怨氣 你叫他幫國民黨的候選人 站台門都沒有 他到時候不可以衝康就不錯了 他跟柯文哲大嘴巴 啊我今天又聽到什麼秘辛 又亂講一通 到最後被人總統 副總統兩個人 連貌合神力都做不到 貌不合 搞不好撕破臉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樣子選下去 怎麼打選戰 你內部都無法整個團結在一起 我覺得柯文哲在昨天被重擊一集權之後 他有點恍神 他今天好好想一想 我要怎麼來對付 你們國民黨這樣來搞我 所以我覺得強災的 他現在也在想這件事 他應該在想了 他現在要開始心理思考 怎麼樣對我是最有利 所以我真的有覺得 他有可能 我也不要跟你好友一搭檔了 我就走我自己的路 老師確實金牌林他說 因為他拍他拍七年 他說他會後那個眼神 心裡是充滿圈圈叉叉的 他說今天記者會柯文哲這種眼神 大多數是已經動怒 準備要飆出口罵人的前奏了 對 所以他會接下來做什麼事 對 他會不會反擊 或者他就是毀約 就是說我還是要選到底 或者我根本不跟你 我根本不跟你 我幹嘛跟你柯 跟你侯友一配 我幹嘛把我的柯粉送給你 想都不要想 我就被你搞成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還就到下禮拜 還有很多可能性會發生 好 柯文哲自己在2016年的時候 針對馬英九要推多數黨組閣 怎麼說 來亂的 不要一直在我面前提馬英九 2016年1月的時候 他又講什麼 處理馬總統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理他 結果你理他了 連核那個你現在一直講了 他最近發現出事之後 他講了這句話 柯文哲說 這兩天會不會出現一大堆 奇怪的民調 我想請教維園 真的還來得及回家 這兩天會不會出現 奇怪的民調 他那個7號到17號 是一個持續性的 就是說7號之前 各家座也會納入統計 那包含這兩天座也會 所以這兩天 當然還會有民調公司做 但是現在有個很大問題 就在於說 整個過程裡面 除了他們四個人之外 沒有人知道 才幾家民調公司 然後你手機實話比例 是什麼東西 好 就是那個內容 有馬英九 錢剛獨斷 不是 不能這樣講 他們最後變成說 有三個所謂民調的專家 好 然後去做什麼認定等等 但這會有個 留下一個隱患在 就是說你最後公佈的結果 像國民黨當時跟 侯友宜跟郭台銘的時候 我們也公佈結果 大家就炸鍋 不知道怎麼做它 即便後來公開的內容之後 還是炸鍋 同樣的 藍白核重不重要的問題 不管是柯營或猴營 都會有這次炸鍋的前提之下 你一定要公佈內容 所以禮拜六不是藍白核的開始 有可能還有很多變數 我覺得藍白核應該是成定局的 但是要怎麼樣去削減彼此的旗艦跟爭議 他必須比較清楚 讓雙方支持者都能接受 來 仁俊 現在網路很多話 什麼我開八千八百塊 看你的演唱會 我真的紅豆這XXX 這個應該是說 大家覺得藍白核應該要核 重點在於是說 柯文哲這一次最引爆他的支持者 最不能理解的 其實還是在讓的那件事情上面 我剛講說馬英九 其實那個轉折 其實馬英九說全民調這件事情 柯這邊可以接受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是要為原先柯文哲說 讓讓誤差範圍這件事情要頻繁過來 所以他們才會丟出一個就是說 他們的底線是 就讓就沒有取消 我們就不讓 可是這條底線到了柯文哲 自己就把他推翻說OK 我OK 所以你光看那個文字 都在座專家在看 你文字既然要寫 你要嘛就不寫 留下很多模糊空間 大家自己去拗 你要寫就要寫清楚 不然就不要寫 因為你光看他那一點 第三點說我們下去民調專家 我也不敢懷疑民調專家 因為不敢說我們一個專家 可是你光看說如果 好勝的在誤差範圍之外 得超過的話 就是好贏的人得一分 得一點 比如說猴在這個裡面 也贏他五趴 所以猴就得一點 柯贏他五趴就得一點 結果又跑出了最後一句 如果在誤差範圍內 猴柯配得一點 我跟你講真正的問題就在這個爭議 猴柯配得一點的意思就是猴得一點 對嘛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寫猴得一點 那就直接給猴就好 為什麼要特別跑出一個猴柯配得一點 那你就是給猴就好 如果按照他們後來想進來 所以柯文還在糾結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因為柯的人會很直接質疑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能寫柯猴配 你覺得柯文哲說服得了他們 就像委員講的 委員不是說我要副總統監督總統 我要拿著監督的部會 我要監督腐敗的國民黨 雖然我跟國民黨手牽手拿下政權 這樣柯粉能接受嗎 我真的必須講 那幾個部會也很需要被監督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用這種東西 而且我再講更實際的 你講的那幾個部會 大家第一個想到就黃國昌 黃國昌就我們做部長 因為柯文哲好幾次就一直點名說 法務部長他要去找黃國昌 找黃國昌 你還沒都結果了 先確定有一個為止的做的人 叫黃國昌嗎 這個很奇怪 就你很難說服這些選民 所以你知道我昨天就看到 有這個民眾黨的一個朋友 他就傳給我 他剛才他的臉的歌是對吧 我一個朋友就傳了 那個蕭黃茄的歌 你知道嗎 他就只有兩句話 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說的白是什麼白 沒人搞清楚嘛 就沒人搞清楚說 你今天到底做這件事情 我們再回來看 你到真的選舉的時候 插一票插兩票插五票 會比較敏感 如果那天說民調專家出來說 你不要管 說委員工不要公佈細節 那天會說驗票 都拿出來 肯定是要公佈細節 國民黨是怎麼檢視 柯文哲丟出來那三份內參民調 你加權錢 你加權好 賀白鸞布而已 然後這一次你們就全部都吞 柯文哲講讓三趴 國民黨一大堆的罵 羞辱我們 白紙黑字寫說 如果是在誤差範圍內 這是公平的 不然你把政黨的比例 卡在賣了 他又說 你看我們也委屈 我們也沒有政黨比例了 所以我們也受到委屈 換去我們怎麼說的都是你們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你覺得禮拜六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現在當然第一個 就是說柯文哲 他其實 我再講一個 為什麼他們的人會炸 你怎麼會把這個最重要的決定權 拿給馬英九做評斷 你在專訪的時候 你又一直講說 我沒有很信任國民黨 可是你牽制下去 就是你全部接受 你講到重點了 為什麼他那麼高興 馬英九說要全民調 馬上跳出來說 讓他做見證人 國民黨都還沒有要馬英九做 你自己就跳下來了 然後你之前說馬英九瘋了 對馬英九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理他 這都你講的 然後你自己又跳下來說 好讓馬英九當見證人 所以他昨天一直在強調一句話 如果大家有發現 他一直在強調說 如果現接動 我就找不出他的問題在哪裡 我就只能相信 這是現在能夠選擇的方法 那可是問題是 你不是沒有方法 因為你有幕僚開會 到當天早上九點鐘 他們有告訴你 我們要的是什麼 那你看起來 連提都沒提的時候 就會到現在變成是說 好今天你看柯文哲出來吹票 你看他們今天告訴大家 其實昨天下午的時候 他們就趕快做那個圖 就是說趕快大家回去固定 電話或是什麼的 可是我們就回來看 剛剛大家說 你今天同意十一月七號到十一月十七號 那前面那幾份都是 我覺得現在民調還來得及做嗎 這就是問題 民調說 其實我們一般在看民調 你今天就算發下去 他也要做兩天 對啊 你做兩天 他還要一天下去 散散 還要加起來 他還要做起來 最好要三天 結果你現在說 我繼續拼這兩天的民調 你能拼出哪裡 那你要不要公布的時候 就公布一下哪幾份民調 是從十五號到十七號的 可是柯文哲是自己講的嘛 這兩天會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民調 實習怎麼可以負責 我覺得太難了 而且顧電話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組織力的展現 哇 又輸了 對啊 你顧電話 組織 動員 誰會強 當然國民黨強 你柯文哲民眾黨是有什麼樣子的組織 你就是靠空戰嘛 你既然組織力比不過人家 然後人家也在那邊顧電話 然後唯一支持侯科的時候 你拿什麼跟人家比 覺得根本就是侯科 這件事情已經沒有什麼 我認為沒什麼懸念了 這也是柯本爆炸的原因 就說不是啊 你要我們義務反顧跟著你一起拼一次 然後呢 當初你是怎麼講的 我一定會用民眾黨 總統候選人身份參選到底 八月講一次 十月十五再講一次 你不斷強調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現在 昨天晚上他在這個節目上面說 台灣很多政治人物是這樣 他常常變來變去 我是不會啦 好意思 你好意思 你不會變來變去 很敢講 這是柯本爆炸的很重要的原因 他說七到十七 講完之後只剩下十五十六十七 那為什麼是十七 為什麼不是十八 那就是如果有人已經去預定了十五到十七 早就order好十五到十七要做民調 那就結束了 這絕對就是國民黨先order的啊 不一定啦 不要把朱立倫當壞人 這是柯文哲說的 他說醫生不可以把病人當壞人 可是最近這幾天在做的這個民調 那不是下民調的嗎 很多豪選人也要去去民調 好像定屋也有說 定屋也有說他要做民調 說這禮拜的民調公司都沒有空洞 又插進去 好那十七號 剛剛委員講說這個民調 差不多做到十點 十點過了這三個教授要解讀 要解讀七到十七號的 如果只為了十七號 他就禮拜五晚上做完的那一波 那前面已經有解讀完了 嗯 前面的分數都有了 嗯 那代表柯文哲派去的這位官志瑜 就趨勢跟這一個求真的 他也知道答案啊 嗯 他準備是說到五十點才開始解讀 好 那解讀完之後的答案給誰 答案要給雙方的 你準備說那答案 風風起來到 他們就當天都要打開吧 不可能 前一天就會知道 所以禮拜五晚上一知道 搞不好禮拜六那一場 參加這個馬英九開記者會的 搞不好有的人會沒有去 沒有去 我拜託就知道我輸了 拜託就要站到這裡啊 可是他 柯文哲他不是前幾天丟出了 這個求證趨勢跟世新 對不對 他丟出這三個 這三個是算三份 還是這三個都內參 所以只能算一份 算三份啊 這算三份 一通社會各界公布的民調啊 算三份 那柯文哲他昨天是不是有買一個伏筆 他說 可是不曉得這兩天會不會有大量的奇奇怪怪的民調 他說這什麼意思 不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就十五到十七 所有民調公司如果都在做民調 做的題目也都一模一樣 這個 那就代表上禮拜 上上禮拜有人去訂了這個訂單 十五到十七要做民調嘛 然後昨天才會跑出十七這個數字嘛 那如果柯文哲先講說 這兩天會出現一些奇奇怪的民調 是不是民眾黨的民眾堂的 不是啦 這一句話我們在座所有人都可以講 因為我們沒有同意這個遊戲規則 你同意遊戲規則 說我要用這個方法 然後出來跟人家 其實是自相矛盾跟自相矛盾 可能有這麼奇怪 你現在是要我相信他 你是不是在告訴你的支持者說 我告訴你這個民調有奇怪的 就我們在座任何人都可以講 因為我們沒有同意說 我要用這個方式來做 你去簽字同意說 我要在這幾天的民調裡面採用這些民調 出來跟人家講 那你跟那個之前那個金老師跳出來說 民調不可信 民調可以贏錢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說他所有的在昨天其實他接受訪問所提到的很多話 其實是自相矛盾跟抵觸的 也就是如果他今天真的認為說 我今天民調是有利的或怎樣 你大不用 昨天你就可以講說我的選擇是對的 你今天大家相信我 我們會贏 他後悔了 他說他回家反省 因為他的說法 其實是遊戲沒有在昨天結束 他真正要定輸贏是在18號 所以理論上面來講 如果他覺得他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 他應該是很強硬的出來告訴大家 講說你相信我雖然我變了 但是我相信對我無理 他應該說 我也好啦好啦 對啦我就是被突襲了 我回去檢討我去反省 那才會讓他支持者會覺得說 如果我的主帥 結果到後來去也就是說 好啦對啦我就是被突襲了 那會讓大家覺得 所以我就講說 你今天要去衝民調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遊戲規則還覺得 這幾天會很奇怪 對啊 那你今天要不要相信這個民調啊 所以國文他現在是不是增加這個翻盤 編得的這個借口跟理由 我覺得柯文哲他一開始 就裝了很委屈的樣子 就是一直討拍 懊悔 反省 我基本上還是他一直在透過這種 討拍的形象來籠 他既有的支持者 他既有支持者的目的 真的老實說他們還是想要把這些支持者 當成嫁妝嫁去給國民黨 那個剛剛委員說 那個國民黨的支持者會補償 給這個政黨票 會去民眾黨 你看賴士寶今天說什麼 賴士寶說主旋律下的立委 應該單純化 意思是怎樣 你佩立法委員跟我選的 最好都拿著拿著 你民眾黨就整個歸順給國民黨 你佩的都要拿著 這種情況底下你說你讓給民眾黨 民眾黨聽我說 我這樣差不多可以說 他的這個區域立委 可以說差不多全軍覆沒了 你如果全軍覆沒的時候 你就剩補分枯的 你剩補分枯的 你這樣可以抓整個姓 他真的還要還要奢望國民黨 關愛的眼神 你民眾黨的票財 政黨票財會增加 你的歧視才會增加 然後你就會分到內閣裡頭 比較多的歧視 你真的要靠這種方式 來維繫你的民眾黨嗎 靠同情票 別說了啦 維繫講的那個太跳躍了 那個譬如說柯粉太理性了 理性到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多幾個內閣 我是真的覺得不可能 另外我就覺得 如果到時候 因為現在柯粉 第一個他跟國民黨的支持者 是完全相互互斥的 你看之前那個柯粉在海盜辦活動 郭台銘來還有一點掌聲 柯友宜去按道站 下台了下台了 所以他們會覺得我們的阿伯 如果還沒有離開柯文哲的柯粉 他們覺得阿伯好可憐 誰在欺負阿伯 是國民黨 那我們乾脆怎樣 我們乾脆投民進黨 教訓 我是說如果柯文哲沒有配的話 教訓國民黨 因為你們對阿伯太壞了 他肯定就投民進黨 這是有可能的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柯文哲 沒有跟侯友宜配 那本來想說侯柯配 可以把一些柯的票弄進去 我是覺得不但不可能 機率不高 而且會跑到賴清德那邊去 那會不會大傷柯文哲的政黨票 如果柯文哲反正就不選了嘛 我就是維持我的老根據地 他是副總統啊 沒有我說如果他不跟侯友宜配的話 他一定得搭在一起啊 我剛剛覺得他不一定喔 我覺得他不一定 你覺得他真的還要邊的喔 他還有誠信可疑嗎 他就不選了啦 他這些都退出了啦 因為他 退出整個局面 我至少保留我的民眾黨 我的老根據地保持住 未來還有機會在那個 因為我去跟侯友宜配第一個 搞不好還選不上咧 選不上我沒了 我柯粉也沒了 我不是兩頭皆出 所以我覺得他在 而且你看今天黃國昌 這個退出時代力量 加入民眾黨 我認為柯文哲有可能就是 我還是把我的民眾黨鞏固好 把我的柯粉鞏固好 我再找機會再往上走 因為我如果今天加入了 跟侯友宜配 第一個 如果沒有選上沒了 所以柯粉不是黑白講的 不是 柯粉是說 副位的整個賣算 我一定 早上要跟他說好了 所以黃國昌這個時候 我真的算他有義氣啊 所以柯文哲是想要在立委這一局 有什麼義氣啦 早就要進民眾黨 對啦 可是因為昨天發生這個事情 因為不分區名單要公布啦 他不趕快退堂嗎 如果說柯文哲真的加入 真的加入了這個 侯友宜去當副手 他還有沒有五席 難講 搞不好剩兩席剩三席 因為柯粉不投了嘛 所以黃國昌這個時候 昨天發生這個事情 黃國昌還願意 要再帶一些力量進去 對 他要帶一些力量進來 好 廣告之後我們有更多的討論 馬上回來 其實我到現在還想不通 柯文哲明明很討厭馬英九 剛剛講的那些話這樣整個 我是懶得念完我跟你講 不想要像學柯文哲講那些話 他明明這麼討厭馬英九 他為什麼接受馬英九當他的見證人 並且在馬英九的見證之下 快速地拍板定案 我始終是想不通 他跟朱立倫還是同學 他還在玩弄朱立倫 但是馬英九跳進來之後 他就乖乖乖 到底什麼原因 真的很不能讓人家理解 但是說實在的 國民黨的立委 就鬆一口氣了嘛 馬上來了 這個陳玉珍說 好啦 不然我們民調來比一比 用民調來定輸贏 不要在那邊自己分裂票了 賴斯堡也講了 賴斯堡也說沒有啦 沒有這樣啦 不然就政黨票來配票 一票國民黨 一票民眾黨 甚至讓一席不分區 給民眾黨 你說好好不好 譬如說這一席不分區 安全名單 讓給民眾黨 我們就來提黃國昌 你說好還是不好 是不是很崩潰 黃國昌一直在罵國民黨的 現在也要來合作了 所以想要簽告委員 就是說 譬如說賴斯堡這區 兩個要整合一個 你們總要如果到時候是侯科配 那柯文哲都選老二了 那你們總要讓給張祺路選吧 怎麼可以賴斯堡選 不是這樣子嗎 我先講 邱斯堡 邱神遠也要讓給張志倫 我先講賴斯堡說 不分區當一席 是指說在國民黨的名單裡面 放一席民眾黨 應該是這樣 對 然後政黨票還會配票 怕民眾黨變太弱 會不好意思 我覺得政黨他配票是蠻困難的 因為其實這個各自有各自支持的 可見得他多希望把張祺路喬下去 我先講不分區名單 但不分區名單 你說真的去放了一到兩席 所謂的民眾黨的人 我覺得是有機會 在於說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不分區名單 已經延後公佈了 原本禮拜三就要公佈了 那延後公佈就是為藍白河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樣子動作的話 幹嘛延後公佈 所以邏輯上是可以理解的 那你說要換也有機會 但回到所謂的這個什麼區域立委的部分 藍白河如果底定的話 不管誰證誰夫 那我去賴斯堡選區 然後又有張祺路 又有賴斯堡 民眾黨說 要尊重參選人的意願 想選就讓他們選 那怎麼站台 所以我侯友宜跟柯文 現在賴斯堡進手部說 動算 然後再去張祺路動算嗎 民眾還是很困擾 會很矛盾 所以老實講我覺得 侯友宜也可以這樣做 對 我就說 我就說 就是兩個一起嘛 組團嘛 政部總統候選人組團 先去賴斯堡 再去張祺路 就公平嘛 那不是很荒謬嗎 我跟你講 柯文哲只要跟何友同台 絕對民眾很難看 不要都去啦 你就是張祺路跟賴斯堡 一起聯合競選是不是 難得投賴斯堡 你的頭張祺路 這樣就好啦 都不會有困擾 沒有啦 所以我 所以我 所以我相信 因為畢竟現在那個 立委的這個整個提名 他的這個提名 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這個登記嘛 所以我相信這個 總統候選人整合成之後 雖然他們名義上 說要尊重所謂的 各區域立委候選人的 選舉醫院 會在喬 但開始的整合 我相信會進行的 那會不會那麼成功 我覺得不一定 畢竟就是說 不會成功啦 因為你這樣子講 要整合 其實就違反了那六點協議啊 你們六點協議的第五點就是各黨各自努力啊 你們都已經要各自努力 你現在是要跟人家協調什麼 怎麼會要求人家退選 實務操作上面就不可能嘛 然後呢 國民黨自己不分區就搶破頭了 我還要割一塊安全名單給你民眾黨 然後民眾黨你自己在提自己的不分區 這開什麼玩笑 然後呢 大家講到說 你們在造勢場上 因為小雞一定都要蹭母雞嘛 然後聯合造勢大會上面侯柯佩 請問你們口號是要怎麼喊 口號是要怎麼喊 特別是民眾黨有提區域立委的那幾區 你們如那些小雞通通上台 請問這一票要投給誰 兩個主持人 這個晚會主持人 一個國民黨的一個民眾黨 兩個冤家林涛家陳志涵 請問口號怎麼喊 什麼主持人先打架 打完架我們決定等一下口號 欸票要投給哪裡 林涛喊那個賴四寶的時候 那個陳志涵喊加油 然後陳志涵喊詹祺路的時候 然後那個林涛喊加油 我們支持 某某某動算好嗎 好 然後不分區政黨票我們支持 哪一檔 喊出來給我聽啊 我剛剛碰到民眾黨委員同台 怎麼可能叫我們退 我們絕對不退 要先打架 告訴他哥來喬 說不定不分區就有兩席了 是不是 想太沒了吧 真正到選舉的時候 因為老實講 總統票基本上如果兩個合作 那個沒有爭議 區域立委的部分 在這個階段 絕對不可能合的原因是因為 剛剛委員要講的那個分裂投票的狀況 只有區域裡面會各自都有人提的時候 才會有那種分裂的情況發生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好 這個國民黨也有提 然後民眾黨也有提 到選民的時候 因為區域立委票 大家賣得很死 選禮委哪有可能說 江湾我的支持者 照選別人哪有可能 不可能 他一定跟支持者說什麼 你知道嗎 沒關係我告訴你 你這票一定要投給我 你這票一定要投給我 但是政東票你要怎樣 沒關係啦 但是我的票我會有 所以選民比較有可能會產生分裂 其實是他的區域立委 那邊有參戰的時候 他綁著緊 而他的那個政黨票才有可能說 好啦 你們現在兩個都合成這樣 沒有這樣啦 沒有這張票奔向另外一個政黨 否則很難會變成說 我為了要制衡你 我投給一個跟你合作的時候 來我投給他 然後讓你去制衡他 很難 真的實務上會很難發生這種狀況 所以你看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當然 我必須講 國民黨有些人覺得很開心 昨天就覺得說 你看這樣算起來 我們虎佑儀一定是吃 贏面比較大 不然這樣啦 繼續把它拼下去 你知道嗎 大家來比什麼 如果今天民眾黨在區域立委 都沒有任何的席次 沒有跟你 我跟你講 我保證政黨票絕對掛 你看過去 用親民黨的例子來算 親民黨他真正那個政黨票拿到多的 其實多數都是在區域立委 有投人進去的時候 他那個地方開出來的政黨票的比例 都比區域立委的人拿到票多啦 因為選民有補償的心態嘛 會覺得說不好意思 我這沒辦法給你 沒辦法給你 政黨票我給你 立委我就真的沒辦法 我們很多 實際上會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覺得民眾黨即便是已經總統組合好了 區域立委還是要遍地開花 當然要走啊 他拿這時候我跟你退的話 那他要玩什麼 這個潛艦國造洩密案 高檢署今天是首度的傳喚了郭喜 明天呢要傳喚馬文君 全難還是他之案 我們來看今天開庭的最新狀況 其實馬文君洩的密喔 牽涉的是廣 不是只有一家喔 不是只有兩家喔 算起來大概有六家公司受到牽連 因為你是個歷史的罪人 你是台灣的罪人 前海軍顧問郭喜 與立委馬文君 涉入潛艦國造資料外洩疑 十六號高檢署以他自案 證人和被告 雙重身份傳喚郭喜出庭說明 郭喜不僅準備手板 還帶了一刀未檢的原始錄音檔 他講的錄音檔傳給國情願的說 我只給了錄音檔 那是瞎扯淡的 我要告訴大家講 這裡面 這裡面所提到的喔 這裡面所提到的 都是郭喜在講話嘛 馬文君所說的說 我只給了錄音檔 對不起 他給的是三千個檔案 他給的是所有的圖檔文字檔 開會紀錄還有什麼 還有專案報告 還有個人履歷 郭喜指控馬文君 提供前件相關檔案 給韓國駐台代表處等單位 提告後痛罵對方 他只是想逃避 已經通知他說 你答辯書 一個月要答辯喔 結果馬文君回了 我們地方法院的一個公文 他說 我馬文君正在進行 立法委員選舉 所以我不能做任何答辯 馬文君你不要再討論 我們不要讓這個罵喔 把我們打動 前件國造洩密遺言 馬文君則是17號被傳喚出庭 他也是首位被依 會患罪傳喚的立委 只是目前暗遊 還是他自案 記者致電給馬文君 截稿前沒有取得回應 但馬文君會不會親自出庭 或是轉為真字案 列為被告 甚至當庭逮捕生涯 也成為全國阻碰照片 郭喜今天就直接說了 曝光的錄音檔 簡介過的 他交給這個檢調單位 完整版了 如果你聽完整版 你就知道馬文君泄滅了 3000個機密檔案 受影響的不只一家 還有六家公司被牽連 他是台灣的罪人 所以馬文君不承認 他有泄密音檔 郭喜今天舉證說有泄密 馬文君不是吃素的 今天發臉書了 他說 黃曙光說一直在搞的立委 不是我 是那個被罷免的中部立委 那大家就想想看中部有誰被罷免 他說有立委為了銀頭小力一直在搞 不是我 是這個中部立委居然在軍火商穿梭之下 要吃下台船25億800噸的大吊車採購案 這個立委是一年級 第一任就出來跟軍火商搭上線 主持會議 跟外宿對外的形容大不相同 所以說 馬文君說 為什麼民進黨要把我轉黨打我一個人 他把我打倒了 擋他們財路的馬文君 軍火商 軍火商全養的立委 就可以頒絲回朝 掏空國家了 阿川兄 你都把馬文君誤會這麼累 他是擋住別人的財路 他這個說的就是三Q哥 要說就說出來 又誣鬼誣怪 是一年級生會黨還是十年級生會黨 是一年級生會黨還是十年級生會黨 當然也是一年級 什麼來的時候 那個高年級跟他說 幹什麼東西 我在這裡多久了 你剛來了 去後面排隊 然後什麼一年級生要進來搞 他是負責黨的 沒有那個事情 馬文君現在國旗把三千個什麼黨 都交出去 這麼高十多問馬文君 說你有沒有交這三千個 你交的是不是就是這三千個 如果他講事 就開始進入要看那些檔案 聽那些檔案的內容了嘛 這按下去 可是因為現在是立法院的議會期間嘛 所以他也沒辦法去居體馬文君嘛 他可以跟拜託叫馬文君來開領 所以馬文君現在就採取請假 他想說要拖過這次的選舉 看拖得過嗎 但是我覺得檢察官這個案子 偵辦的速度 我判斷起來也不會太快 因為聽起來這個案件有一點複雜 而且郭錫交出去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知道嗎 郭錫說現在我們聽到就是變造過 郭錫高期的那個也不知道有 有人跟他變造還是怎麼樣 那個都不一定 所以接下來會進入大量的那些政務的 的勘驗的過程當中 會拖掉滿長的時間 所以你覺得選前可能沒個結果 沒有 不可能 所以馬文君很厲害 他現在還甩尾給三Q哥 對 三Q哥還沒在接 三Q哥我沒看到三Q哥有什麼回應 但是就因為三Q哥是第一個跳出來的 你知道嗎 三Q哥 因為三Q哥以前也是在這個國防外交 所以他對這些案子也都略有訛呼 所以他現在要等到三Q哥 好 今天有剛剛最新的 黃國昌宣布了加入民眾黨 他支持柯文哲的理念 我想要請教仁君 那你雪中送他嗎 從一開始不分區的名單傳說會有黃國昌 到後來講說什麼 柯文哲公開講說要讓他去當什麼部長 或什麼的 而且一直強調他那個 其實昨天專訪我就問他這一個 我就說如果今天你身邊的人 被質疑有爭議的時候 你都選擇就是覺得說 他都已經處理好了就沒有問題 那你講別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同樣的標準再看 黃國昌這幾年的時間裡面 事實上跟時代力量 我認為一部分來講有點漸行漸遠 時代力量都走自己的路 對黃國昌很多的說法或者論述 他們也有都表達不同的意見 所以黃國昌這個作為就是不意外 我覺得我覺得完全是不意外的 但是在民眾黨柯粉現在爆炸的同時有帶來一點點安寧的力量嗎 我其實覺得很難 因為說真的選舉都不是在自己的同溫層裡面去尋求那個大家的支持 尤其像現在這個黃國昌的這個狀況來說 很多這個柯粉爆炸的其實是當柯文哲去簽下那個 他們認為叫不平等條約的時候 那個跟黃國昌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再來就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當昨天柯文哲明著指說哪些部會要 他又點名說法務部的他要的時候 那你知道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你是在幫黃國昌要位置嗎 那這樣不算分嗎 不算人家講的分章嗎 分章啊 所以不能寫啊 所以沒有上面都沒寫啊 沒有文字上面寫出來說哪個部會哪個部會 但我覺得對選民來講 我覺得很多人其實是不認同這種方式 我們把監督的體制放到立法部門 而不是放到行政部門 原因是因為行政部門是有權利的 他有power 有資源的 很少說有power 有資源的 我來來做監督的角色 很奇怪嘛 所以你就知道柯文哲的政治程度到哪裡了吧 不是 所以他一直說我們大家就一定這樣 我想要謙告國文 他這不分區名單裡面有黃國昌 黃國昌是爭槍實彈多次表明他支持台獨 這不分區名單裡面一度是要安排徐春英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進去 徐春英爭槍實彈快速統一 加速統一 沒有 黃國昌的角色 他說一直強調他要堅持台獨的方式 只是累積他接下來跳槽之後 去到民眾黨之後 黑綠的一個正當性而已 所以接下來呢 其實柯文哲是國民黨的黑綠打手 然後民眾黨的黑綠打手是誰 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只不過電這個角色而已 這時候黃國昌是為了不分區而跳槽 不是雪中動態 如果說呢 那個柯文哲真的要做內部建築的話 他最好做了二次就是審計部的審計長 審計長還是真正做現場的